因为名表成了名人 有网友吐槽说 带两块名表有什么 有本事天天吃切膏 我看这评论的时候还有点发懵 我说跟切膏有什么关系 切膏那么大 切膏最近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敢问世界上最贵的食物是什么 你知道吗 俄罗斯的黑鱼子酱吗 日本的蓝旗金枪鱼刺身吗 还是阿拉斯加的血蝎 法国的松茸 这都不对 都比不上咱们中国的切膏 切膏是俗名 人家学名叫核桃仁糖果 全国各地火车站均有销售 不过如果您没吃过 建议不要品尝 咱们说正事 12月3号的时候 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岳阳公安警示发布了一条消息 说村民林某在买核桃仁糖果的时候 因为语言沟通不畅造成了误会 双方口角导致肢体冲突造成两人轻伤 损坏核桃仁糖果价值约16万 再加上损坏的摩托车和受伤人员总计20万 当地派出所将林某市刑事拘留 而其他的涉事人员财务得到了补偿 这个就叫什么 叫高帅富 我说的这个高是切膏的高 网上很快就出现了一种表达方式 叫做切膏体 朋友想买房吗 卖切膏去吧 想求职吗 学会做切膏吧 切膏的故事何其多 咱们看看人们的神吐槽 科学版 世界上密度最高的三种物质 分别是黑洞 中子星和切膏 广告版 切膏横久远 一刻就破产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起整块切膏 国际版 奥巴马宣布 超过万亿的国债 将以200斤切膏的形式归还中国 时代特征版 据说这是一个发生了宝马车 撞翻切膏车的交通事故后 宝马车主汽车逃逸的年代 实用版 搞到一张防锥尾新车贴 迫不及待的贴上了 弱弱的问一声 会被抢吗 深度解析版 切膏为什么这么沉 据说切膏来 立刻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 原材料主要是玉米和小麦面粉 里面加住了大量的干果和果腐 而且富有营养 说重点 切膏先切熟 趁热把它放进一个很结实的木槽之中 再有一块后木板盖上 再压上一些重物 也可以找几个胖子站在上面 这样切膏被压得很结实 水分也随着木槽底部缝隙流出 两天后 让胖子们走开 一块超结实的切膏就诞生了 它就是古代压缩饼干 相亲版 你有房子吗 没有 你有车吗 没有 那你相什么亲 我们家有一车切膏 哎呀死鬼你不早说 影视版 阿拉公 我在脉头买切膏没带钱 他们快追上来了 别担心 你爸爸已经把整车切膏买下了 哦 傲数版 小明带着十块钱出门买切膏 已知切膏四块五一两 小明称二两 请问最后 小明还能回家吗 切膏 就是切你一块肉还挺高兴 就这么解释 能不能回家得看刀法 刀法准没准还能回去 是吧 一个案件引发的这个汹涌的民意 而压力之下 岳阳警方先是删掉了微博 紧接着呢 今天上午又称是微博发布失误 申表歉意 说这个经物价司法鉴定 被损坏的这个核桃仁糖果 一共是5520斤 哎 我算了一下 这个28块9一斤 你看一两就是2块8毛9 但是事件当初小贩开始说 也是30块钱一斤 但是切下去就成了30块钱一两 这不是坑人吗 这种带有街头欺诈行为的买卖 究竟有没有人来管呢 有没有人来查办呢 嗯 这事儿值得考虑